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昊玥的气息就在里面 这是 亡灵骷髅 这个世界居然有这么多的亡灵生物 是有执念过身的人死去才会化身亡灵 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这些红露室里应该只有三姐 以为他们倒是轻而易举 那亡灵生物的可怕之处在于 只要灵魂至枉不灭 就一直复活 除非 用光明属性的技能净化他们 圣剑 果然有效 昊玥的呼唤更加急迫了 得加快速度了 istas 大家 黄阴 敬禍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狗轰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只要给我们再争取一点时间 我们就能计划完成了 到时候就能离开这里了 但以后每次计划 都得回到这个充满死亡气息的世界来 烦死了 哥哥 他们又来了 那你们专心计划 我去替你们守着 哥哥一定要小心啊 停 耗月开始自画了 生光迁断 糟了 这么多亡灵窟窿 药日斩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药林窟窿越来越多 我的灵力却越来越少 无论如何 都得挡住他们 为昊月争取足够的时间 我去 你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不会令他只剩最后一刻了 可恶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奥斯汀格里芬 这是 有击师父 好强的压迫力 阿尔斯汀格里芬 我要将你碎石万段 人类 居然有人类出现在这个亡灵世界 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再跳前了 混蛋人类 那倒是你在守护阿尔斯汀格里芬 我不懂你在找谁 但我的魔兽伙伴就在里面进化 不能让你打扰他 是 鲁拉 你个魔兽伙伴 哈哈哈哈 愚蠢 快给我让开 不知道我就杀了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你若敢再上前 我以为杀了你 你身上的光明气息令我恶心 你的行为更是令我愤怒 去吧 你杀了那个人类 再给我杀掉阿尔斯汀格里芬 你 叫日闪 怎么回事 他们的防御竟然增强了 他们的防御竟然增强了 力量也比刚才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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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天战 升天战 小兵你也别想拦住我 吴敬任何 吴敬任何 可不 continu 上天 吴敬任何 小小人类 居然妄想 对抗我们整个世界 我只想守护我的伙伴 守护 你以为你守护的是谁 那可是转生的魔王 是这黑暗与死亡的缔造者 奥斯金 哥里奔 正因为他 这个世界才充满了怨恨与怒火 正因为他 我们才成了这不死不灭的丑龙虎呀 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糟糕 都是因为他呀 独立在六千年前 这里还有万物生灵 还有日出日落 到处都充满了绿色 我 也还是活生生的人类呀 因为他的降临空间破裂 岩浆在大地上流长 他又被逃为灭 无数种族因他而灭绝 万物生灵都不复存在 所有人都还为了亡灵 在永世的痛苦中沉沦 整个世界都被地狱埋葬 可即便如此 他竟还不放过我们 他就可以当地 他转身的温床 吸收这个世界的门源能量 一次又一次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残酷不亢 所以 我们只能复仇 现在只找着我们行走的 就是这复仇的怒火 只要奥子听戈利分一日不死 我们就一日不休 在他长大之前 我们会一次又一次 狠狠地杀掉他 乱灵分手 狠狠地杀害我哥哥 让人来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里 但只要今天他不死 这里的一切 都会在你的世界重演 你猜我们一切 全都会被撕碎 因为他 就是回变的魔王 我们才不是你说的魔王 我们才不是你说的魔王 魔王 杀死奥子听戈利分 哥哥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也没有他说的那些记忆 我从一出声就是被你唤醒的 杀死奥子听戈利分 杀死奥子听戈利分 辱灭分 辱灵分 辱 gamma 辱 krinho 辱霹 あ 公公 你快走吧 别管我们了 原来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杀了 我就饶你一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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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昊玥是和我血脉项梁的兄弟 我凭什么 相信你 贾然妹妹 你已经在这里站了两天了 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要等他 不管多久 馨儿 你明天还要比赛 换我来手吧 龙昊臣 你不回了 谁来送我回家 昊玥是和我血脉项梁的兄弟 而你 作为亡灵生物 却必然是我的敌人 凭什么 相信你 你还不得了 小光 回身体里去 抓紧时间计划 既然如此 那你就和奥斯金格里飞一起 为这里的千万亡灵 开散吧 小神 把神魔召唤出来的不灭月灵 呼唤呍 回来灭这个可恶的灾类 这是普通一击 具有这么恐怖的破坏力 神域阁打 好强 这骷髅王实力也在溜结之上 要不是我已经突破到五劫 固化这一下 足以置我于死地 不过 他的力量全部来自于失误 只要能杀掉那失误 他也就不公自通 圣剑 要日斩 臣子弹 给我上 让他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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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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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爬上骷髅王 但你有能解持多久了 好好守住你最后的世界吧 很美 现在该收拾你了 好死定格里翻 使物的技能马上就要完成了 生意零炉 恕复 前瘾 既然你想先死 那我就成全你 暴凌弹虽然瞬间增加我百分之百的攻击力 那只能维持十秒 要日谈 就是现在的 怎么 可能 你以为你这个破技能杀得了我吗 客厦 你注定要死 现在 我有的是时间 慢慢地折磨它 起路了 恢够ato 你 存宅 好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耗尽了 不可以 我不可以在这里倒下 昊玉 昊玉还需要我 扫描 扫描 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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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的人类 不自量力 去 破开这个山洞 救了 哈哈哈哈 幸好啊 既然只差一点就完成清化 不过现在 给我死吧 这将是这个世界的愿名 第七次杀掉你 那 家众在你身上的痛苦 扔不起我们的万分之一 我会成为最强的守护骑士 守护我想守护的一切 你就请我名叫昊月吧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昊月 是你在呼唤我吗 这是 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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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了 既然在我的攻击下强行进化 别做梦了 今日非死不可 怎么回事 这个可恶的燃灵 竟然没死 救了 怎么可能 这个在内心上 怎么会有天前的气息 我能让他活着 我狐狼王 杀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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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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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可 得看清楚 奥斯品格力分进化 是天天 是天天的文鸦 啊 成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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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老子皮疙瘩分享你 天天這裡已經現世 方力世界的主宰們 你們怎麼 還未感到啊 我一片啊 我一片是最熱的天天之神 啊 歡迎來到永恆沉睡的秘密園 啊 是一個君王的樂園 哎呀 有個君王要復活了 你們猜猜 會是誰呢 是左邊第三個 還是 右邊第四個呢 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啊 讓我來告訴你 答案是 啊 太醜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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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愛人 你怎麼還在沉睡 你 奧斯汀哥里芬回來了 我好開心啊 親愛的 讓我們一起去 殺了他 啊 啊 啊 想用我的靈魂之火 駛 我的愛人 整個世界 都在接待你回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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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惡 古龙君王 始终换你心理我之间的约定了 此次千年 无为如之生命 这次千年 无为之生命 再无为之生命 一世里继续 这次千年 无为之生命 看不见 不 不能让奥斯汀格里坟降临 天谦之力已经现实 亡灵世界的主宰们 毁灭它 毁灭是罪恶的天谦之神 十五死了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昊月锦华已经到了最后一刻 趁天谦净化 杀了它 杀了它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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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汀 Berkeley此位 太好了 情话 成功了 不如让他逃了 恶鬼之剑 还愿意不死 助理狂动 让我再杀住你一次 快去 他逃走了 我竟然让他逃走了 可就有了人的酒化 记忆诞生了第三个头 恐怕不出百年 当初的九头天剑 将再次降临 帮我找到他 我要杀了他 杀了他 身为巫妖王的你 都无法跨为面去寻找 我又怎能做到 是大君王 苏星三个都没有杀死他 别急 他每一次计划 必定都要返回这诞生他的空间 我们只需要等待下一次机会 去唤醒其他君王 和整个世界的亡灵 待天且重回之日 就是他毁灭之日 昊玥 之前发生了什么 是我骷髅王呢 哥哥 他们已经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 昊城回来了 他没死 这是他的魔兽伙伴 再给他疗伤 昊玥竟然从两头 进化到三头 即便也从四级跳到六级 这样的魔兽 我还真是温促为温 昊玥 彩儿 彩儿 我 我回来了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我没事 你一直在等我吗 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 这小姑娘等了你两天两夜 让你们担心了 没事就好 没想到你金花竟然会多长出一颗头 我 既然你眼睛是青色的 那就叫你小青吧 还有两个符纹 难道还能长出两颗头来 昊玥进化之后体型太大了 十个小鱼竿怕尸都喂不饱了 看来她很喜欢彩儿啊 嗯 这点倒是和你很香 嗯 是她的气息 啊 笨蛋 你怎么不说话呀 怪物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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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师 麻烦您了 还陪我送财儿回家 你一直说的那个朋友 就是他吧 浩辰 你们这次消失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以为你守护的是谁 只要今天他不死 在我的一界 全都会被辞罪 他就是毁变的国王 老师 就像一场梦一样 并不重要 我想那只是 昊月进化的考验 行 不想讲 为时也不逼你 但你应该清楚 这次积分赛的规则 因为你缺赛两天 已经算输了两场 所以要想确保 进入十六强 接下来的六场比赛 你必须全胜 老师放心 我一定会拿下全胜 不过昊月 这次进化到六级 应该能帮到你不少 这小家伙 以前真是小看的了 这只是一只二级地火锡 它太弱小了 你的前途不能被这个废物担忑 浩辰 你的灵力怎么突然从两千一 增长到了两千四 老师 我猜 这是我和昊月签订血气的作用 血气是真正的血脉相连 昊月进化 让你的灵力也有了提升 好了 终归是好事 你和昊月今晚都好好休息 准备明天的比赛 我把你帮到下的 再结束 你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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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下 你拿个遇在哪里 快去 快去 去 找到 死亭戈里分了吗 陛下请放心 天使之线下 众生君为我已 你只需回答我 还没找到 他的气息太过飘渺 所以我猜 他仍在隐匿身份 这也意味着 他还未长大 可我却能感受到 他的威压 提前我们的计划 去人类禁地走药 并不如使命